哀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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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网狗 今天這個場景 不像我平常拍都市傳說的樣子吧 我今天呢,特別邀請到 米薩老師 哈囉,大家好 我今天就是要跟米薩老師呢 學習塔羅牌這個東西 為什麼你沒什麼學啊? 那是跟你之前的內容 因為我之前有去算貨 他家有跟我講了一些 法案我覺得非常的準 太好奇他的那些各種的奧妙 我想自己親自去了解一下 到底是什麼運作的 幫大家問一下 你是什麼星座 是水瓶座 喔,超級像 而且我就一直在想 你這個水瓶 為什麼? 沒人信 哀哀老師進來的時候 就非常的神秘 他說他目前也是找不到 太多我的資料 對,你是一個神秘的角色 對,你是一個神秘的角色 我會覺得他剛剛那個神秘 哈哈 而且今天王虎他非常的心打 他就說 半小時之後 我把他要快去回 沒有遭遇過這樣的挑戰 正常來說要多久啊 就算是非常密集的班 一般來說可能也會有兩天的時間 所以我們今天是速成挑戰班 那如果想要看詳細的話 可以到那個米薩老師 就是在哈浩同學校上面有開課 但是如果你想速成的話 其實你看這影片 你會學到非常多東西 那我們就進入等一下的課程吧 那我們今天呢 使用的就是我們的標準普及版的維特塔羅 我們來做個簡單的開牌一次 我把它每一張都拿出來 我給你做個連結 最簡單的連結的方式就是 注釋過每張牌面 把它打開來注釋它 稍微的可以欣賞每張牌 看看你在跟這張牌互動的時候 你有沒有產生怎麼樣的感覺 或是直覺 大白跟小白知道嗎 我不知道耶 好,那你現在看的是大牌 給大家看一下 大爾克的牌從0到21 看錯嗎 沒有,它這樣就是正的 但是的確它叫做釣燃 然後你會把它特別轉一圈 它是正的 很可愛 那大牌跟小牌的差別就是說 大牌的資訊圖面跟含義會比較豐富 顏色也比較多 那小牌的話 它指的是單一的世界 然後小牌有四個元素 你剛剛說的就是地學活蜂 以三星學來說的話 地學活蜂也有屬於他們的陰性的陽性 陰性的話就是水跟土 陽性的話就是火跟蜂 比如說你是水瓶座 那你是陽性的星座 那陽性的星座的話 它其實對應的就是火就是權杖 蜂的話就是寶劍 金幣對應到的是土元素 那從1到10就是有多少的權杖 多少的聖杯 然後再來是人物牌 醫生老師我想問一下就是 我知道每一個塔羅牌都有它的意義在 像這裡有權杖 聖杯 寶劍跟金幣 每一個系列都是同樣一種意涵 然後數字不同 不同的強弱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說 就是地學活蜂四個元素 它代表人生的四個組成 在火元素的話 它其實指涉的是事業 水元素的話 它其實對應得到是感情 你看這個就是恆加歡樂 那同樣是石 它就是一個很勞累的感覺 那火元素其實指的是一個人的心智 還有思維跟學習 寶劍的話它的元素其實是兩面 它會有一點傷害性 起心動念要小心 說話要小心 土元素的話就是物質跟金錢的部分 一邊是元素一邊是數字 如果這個東西你都學會的話 它表格就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來選一個正鋒牌的個性 有可能是選用一張是正鋒牌的個性 也有可能是你現在的狀態 請你選一張 試試看就知道了 你最有感覺的牌 這張 這張 很好欸 這張是審判牌 對啊 那是什麼意思 你在一個過渡期 這個過渡期就是要做一些重大的決定 然後再做出一個退避 我正在退避中 有一點的感覺 好那接下來就是教你怎麼樣子 用牌做占卜的儀式流程 你在幫自己或是幫別人算的時候 然後都是有這個過程 先去冥想一下你自己想要算的問題 如果你是要幫朋友算的話 你就可能要請她的名字就說出來 你是米莎小姐 我想要算什麼問題 請她稍微冥想一下 想好了 你就可以把牌洗一洗 洗完之後呢 就放在桌上 雙手用順時針的方式把它搓散 順時針是因為那個 北半球的偏向力是降準 所以就用順時針 好 這個時候呢 要用飛冠用手去操作 哪一疊 在旁邊 好 再把它均勻的推開 好 然後呢 請你繼續用飛冠用手 抽出一張 那為什麼要用飛冠用手呢 因為我們的觀念手 就是我們的理性 飛冠用手是直覺 所以我們所有的操作 都是用飛冠用手 好夥牌它如何問問題 就還蠻重要的 好夥牌還有它的局限性 它是分析一些特定的人事物 我的感情運是怎麼樣啊 你怎麼看待我的啊 我覺得這公司好不好啊 這種問題是塔羅的很順暢 但是如果問說 我什麼時候會死 我什麼時候會結婚 其實這個不是塔羅還看的問題 我只能算我的事情 我不能代替網狗來算網狗的事情 是喔 除非說我想要算我的爸爸 又寫的關係 也比較近 很多就是到這邊了 大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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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阿阿 大阿阿 那其實就是人的一個旅程 比如說你古小是一個階段 大學是一個階段 它開始開始的時候呢 是零 零是漁人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圖面 它看著天空覺得 哇好希望啊 太陽 哇好開心啊 但是它下面的場景其實是斷崖 只是說它對於這個眼前的場景 它很開心很期待 然後不會去想很多 所以它有一點傳到喬喬自然質的一個性格 比如說它是一個沒守成規的公務員 那如果它抽到漁人牌的話 或許就要去學習漁人牌的勇氣跟樂觀 皇帝牌呢 它有點不公言笑嘛 然後坐在一個很堅硬的意思 像皇帝的話 它就自我要求是很高 對自己很嚴格 所以它對別人也很嚴格 所以它對別人也很嚴格 工作能力很有企圖心 很有工作的慾望 比較鐵石心腸的一個角色 然後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老師 老師是教我們精神世界要提升 所以在學習的時候 我們就是前面的角色 我們在跟人家學 但是如果我們自己有一點能力的話 我們就是這個 我們可以去培養我們的學生 所以如果抽到張牌的話 它可能代表跟學習有關 學校團體 因為它有長輩的意思 所以如果在感情上面的話 可以請長輩幫忙 或者是說 因為它是教皇 所以它有道德感 如果說它是一種很複雜的人際關係 或什麼的 它可能就不太會成功 別人牌 其實我覺得這張牌還蠻有趣的 就是說 女性後面是蛇嗎 果子是智慧 男生後面是火焰 意思就是 女生在選擇的時候 可能會帶著一點 要用智慧去挑選 甜美的果子 我要去跳出來 男生的話就是 喜歡就可以了 有點這種感覺 在感情上面是這樣 其實它也代表著 人際上面非常好的流動 不一定它只能作為感情上面去詮釋 那這的時候它是一個王子 頭上有星星 就代表說它做這件事情 是很有理念的 其實後面是它的城堡 城池 所以它要去守護 它有的一切 要去做開張拓圖 所以它是一張很積極很主動 可能會有一點困難和很多挫折 但是最後會取得成功的牌 但它可能也會很忙 這個有交通工具的意思就是說 它常常要 周超勞頓 要去很多地方 所以它會很忙很累 那比如說1的話它就是萬物的開始 要往前走 往前衝的一個狀態 所以比如說這四個元素的1的話 它都是代表說 這個東西正在起頭 學長1它可能是工作上的起頭 聖輩1它是 感情上的起頭 對對對對對 那2的話 選擇性就出來了 所以你看這所有的2 都是代表著我在學習 跟另外一個東西去學習平衡 所以它其實就是代表說 有一個敵人在 或是有一個選擇在 3的話呢 向上的海域正在發展 應用在四個元素上面 它的事件又不太一樣 比如說 拳杖3 2的時候還在選擇嗎 所以3的時候 它其實是走到山頂上 跳腕的圓方 然後圓方還有船 來到一個商業上面的擴張 感情上面的3 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上面 抽到3的話 那有可能是 有這些的 其他的人參 首先這個是試者牌 其實這個人有看到 他是小孩子 是那種正在學習的少年 那其實試人它這個意思 就是傳遞訊息 它就是要逃退的人 如果是在工作上 你抽到試者牌的話 你就可以去想說 嗯 它還是一個比較新手的階段 就看著說 它的新手是怎麼樣的新手 如果是果元素的新手的話 它就是比較陽光 還是水元素的新手 它可能會比較感性一點 還是它是一個風元素的新手的話 比較輕浮 它是一個土元素的新手的話 比較穩定 那騎士的話呢 如果理解它們是新手 那騎士結論 你會說 它已經學了個東西 有一層業務 火元素的業務的話 它就很適合這樣去跑 然後跟人家的基礎 那如果是這個人的話 水元素的騎士的話 它就很適合做 人際關係的一些調整 那如果是風元素的話 突然會說話 對 然後他講話有時候 思維很快速 做事情很快速 土元素的騎士的話 其實相較於其他三個騎士 它的馬是靜止的 它是血系方向的少年當中 最穩定的一個人 好玩嗎 我覺得很喜歡這個特色 而且真的不無聊 很像在玩桌遊 會有一些涵力 也會更理解 而且又可以探討一些人生的意義 讓人家去思考 我覺得創意的應該是這樣 本來就很擅長把資訊做連結 然後去創造出一個屬於自己的詮釋 所以有這個特色的人 其實學這個會很快 好OK 那我們今天跟米薩老師呢 學習陶螺牌 就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詳細的話呢 可以去米薩老師的八號學校 它在裡面有開現場課程 米薩小姐的塔摩課 裡面有更詳細的每個牌液的介紹 大家可以去有下面資訊欄 可以去裡面參考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們這邊的話 給我們訂閱大家喜歡 也記得去追蹤米薩老師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 Kate's Creators at Taiwan 是為台灣新媒體創造者 打造全新平台 想多了解Kate的話 就下載哈密 videoapp 進入Kate網公館吧